据美联社的报道 当地时间17号 美国军方又发布了一批 据称是13号阿曼湾 两艘游轮遇袭事件的新图片 美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称 其中部分图片为视频截图 由美海军直升机 于事发当天在阿曼湾海域上空拍摄 其余的照片为事发后第二天 也就是14号拍摄的游轮受损情况 美军方称 从最新的视频证据 特别是视频当中袭击者快速拆除 为爆炸水雷所需要的资料 和专业的手法来看 伊朗应对袭击事件负责 对美国的这一所谓的最新的证据 伊朗方面目前还没有回应